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各大城中熱話 首先是演員黎匹德離開TVB 也揚言不會再回TVB 為何會這樣說呢? 而網友又知不支持他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編商業樓今天又有金句 就說到為何會塌屏幕和樹 就因為學生太自我 為何呢?兩者關係在哪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編商業都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經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72歲的黎匹德就好了 好了開工 經他重返無線拍劇 他就說找到也不夠給醫藥費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無線資深演員黎匹德 早前因為入院做通波仔的手術過後 經濟出現結局 曾經嘗試致電無線高層 珍姐珍麗珍求助 不過不獲理會 幸好得到大佬劉聯雄資助手術費 和生活費 亦多得契仔黃中澤是出手接濟的 才能夠渡過難關 黎匹德今天就現身在土瓜環出席 這個Marketfield的原創劇 極度超郎君的拜神儀式的時間 就著事件接受HK01訪問就說 我現在和無線還有一連合約 不過藝圓部就說我是兼職 所以可以兩邊走 出現到現在他們都沒有找過我開工 記者問珍姐有沒有聯絡過你 她就說都沒有 一個電話都沒有 記者問有沒有覺得心灰意冷 她就說都沒有什麼所謂 都是你情我願的 記者就問是不是覺得人情冷暖 她就說人情一向都是人情冷暖 有她自己暖就行 不用理她的 記者問到TVB找你回去拍劇 又拍不拍呢 她就說Sorry 千萬不要 記者就問為什麼 她就說又是兩組 這樣捱夜 加上現在年紀大了 那些錢不是我去找的了 找到也不夠給醫藥費 記者問她 相對這裏拍劇會不會好些 只是TVB之外 她就說這裏就每日一組沒有那麼辛苦 記者也問 是不是獲得大樓出手幫助 黎皮德就說是她 不過她都說不要提了 所以就少說她個人就比較低調 黎皮德就揚言不會回去TVB 原來上集就是當她身體出現毛病 需要幫助的時間 曾經致電一些高層 不過就不獲理會 這個就來自HK01的報導內容 其後就有大樓王中澤等等 就出手幫忙 結果就康復 現在就開始拍劇 不過就不是拍TVB的劇 說較早前沒有記錯 黎皮德曾經是愛回家裏做一個角色 問她是否人情冷戀 她就覺得人情是這樣的 相信這段訪問內容 未必會在東張西網之旅的地方看到 所以先告訴各位網友 不知道各位網友是否支持 又或者有否鼓勵 給黎皮德 另外今天也是根據連連 我們看看另一則的報導 根據HK01的報導 葉劉批評通識是鑄成大錯 不當批判是思考 學生太自我 導致瓶瓶瓶瓦的事故 報導的難民是這樣的 立法會是今天 11月18日連續第三天 討論施政報告致謝議案 早上討論有關社會和諧 青年發展和抗疫等議題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 教育局當年在通識科問題上 縮屈不接受教科書是送審的 現在就要求學校優化問責制度 質疑將責任推給學校 報導內文就提到 他批評通識科沒有教科書 無助學生學習 就說這科學不到東西 直施教育局當年縮骨 不接受教科書送審 最終鑄成大錯 考評局每年考試必出政治題 令學生關注政黨鬥爭 現在就要求學校優化問責制度 就問其實是不是教育局鬚骨 很多東西都推給學校做 自己就不理呢 有沒有提供向學校提供 切實可行的指引呢 葉劉淑儀又說 學生的得幸很重要 過往本港教育太過自我 近期發生MIRROR演唱會的屏幕墮下事故 等多宗下人聽聞的工業意外 懷疑很多意外都是由人為疏忽造成的 批評很多人是忽略了守法意識 沒有責任感 香港教育應該要加強人格培養和品德提升 以上來自葉劉淑儀的議證金句 大家知道葉太的議證能力非常高超 今天說因為學生太過自我 導致到塌屏幕塌樹的事故發生 看了報道內文也不太好 知道為什麼兩者有什麼因果關係呢 今天說不如問各位網友怎麼看 這些塌屏幕塌樹的事故原來不是意外 當然你可以說背後不是意外 是人為疏忽 人為疏忽怎麼來呢 就來自學生太過自我 這個就是今天葉劉金句也是網絡熱話來的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果然一起聊聊天 另一邊雙也說說另一則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深水埗的燒美飯上日本節目 200元超豪的雙比腩擦飯 網友就說從來沒吃過這麼漂亮的話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香港人熱愛到日本旅行 有不少人去日本 更加自稱是發香下的 最近有日本料理節目就介紹香港飲食 到了深水埗掃街 當中介紹一間燒美店 在網上引起話題 因為一碟飯裡竟然有齊叉燒、燒肉、鵝腿和牙雞腿 超級豪華而且派得特別漂亮 話說這位主持就到了紅窗燒美飯店 向師傅表示 師傅麻煩我想要叉燒、雞、燒肉和燒鵝飯 結果一碟超豪華的相比腩擦飯就上台 除了有叉燒和燒肉 還有肥大的鵝腿和雞腿各一隻 而且擺盤是非常整齊漂亮的 有人就在香港的高登討論區分享節目截圖 表示打死都不會相信砌得這麼漂亮 引起不少網友附和 就說全部都是斬到最漂亮的位置 以及這麼大份 不是上節目都不可能這樣說 有網友就反駁指 其實給錢就吃到 無關上不上電視試 有時間就出街吃飯吧 電視當中這一碟豪華燒美飯 叫價就兩塊水 價錢的確是較為豪華的 有網友就認為 香港很少人用兩塊水吃個燒美飯 這位記者就致電紅窗燒美飯店了解 原來這個200元的雙比腩擦飯 叫做豪得起四寶飯 老闆就表示平常有不少人都會點來吃 問問各位老友記者怎麼看這個 說200元一個燒美飯 不過就上了日本的飲食節目 看照片排得非常靚仔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吃過 又或者有沒有聽過這個豪得起的燒美飯 另一邊需要補充一宗新聞進展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埔三門仔驚存三米長的戰時炸彈 原來疑似是船隻零件 惹來虛驚的意思 今天大埔發現疑似的戰時炸彈 經調查過後發現應該不是戰時炸彈 原來應該是一艘船爛了留下的零件 另一邊需要提醒各位網友 說警方打擊圍拍和亂過馬路 發了近二千張牛肉缸和拖走18部車 報道內文提到深水埗警區 聯同西九龍總區交通部 在日前在區內進行重點的交通執法行動 針對行人、單車、惠例泊車相關的交通罪行 進行嚴厲的執法 確保道路暢通和提高道路使用者的道路安全和守法意識 行動當中人員一共發出1907章 針對交通惠例事項或公眾地方結證和阻礙事項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提醒各位老友一來駕駛的網友 請留意近期捉迷例泊車捉得非常嚴格 只是牛肉缸的總額又不知為庫房帶來多淺盡賬 另一邊想捉亂過馬路 各位老友留意 因為在嚴厲執法下真的捉到你不能爭辯 有些案例甚至是傳票 透過傳票可能要上庭 各位網友要多加小心留意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